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市场节奏有点变化了 就上一周的时候还是一个冰点啊 一个破冰的一个过程 一个融化这样的一个过程 刚刚二位老师其实提到了量能的一个变化 这波能走多远能走得有多流畅 可能取决于资金量能 有没有更多的增量出来 再一个呢也提到了市场当中的主线的热点 你比如说像上一周打出来的两条主线 一个是医疗器械 一个呢可能就是信创类的 包括我们说这个有5G开始引发的 像这个数字经济也好 像新创也好等等啊 这个市场的体量 这个资金量能顾不顾得上这么多 然后反弹的节奏我们应该怎么操作 这是大家最感兴趣的 有点不习惯了 就之前呢可能全线调整的时候 大家呢就手持这样的一个标的物 这个很多人是躺平了啊 但是现在反弹来了 有的人就会觉得 你看有一些行业它长得快一些 有的行业可能我这个就长得慢一些 这个心态当中的变化如何拿捏 我们问一下一辉老师吧 现在操作有点不习惯了 人家长得那么好 我如果是非主线的话 我的这个节奏可能打的就没有人家那么快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建议最好还是坚守 因为本身我们其实都喜欢是从鱼头啊 吃到鱼尾是不是 那我们回顾一下每一轮的一个上涨性的行情啊 低到高 基本上都是属于一种扑长性的行情 只是哪个行业哪个板块 主要是分成两大板块吧 就是一个是价值性 另外一个就是成长性 对吧 那么目前讲话 我们看到在主要打出来的 就像一二板块也好 像新创也好 都是由于消息方面的影响所带来的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首先我们在近期短线节奏上跟踪消息 因为本周从数据周来讲的话 消息也会层出不穷 当然这个消息主要针对于一些超跌的 我们看一下像一二板块就属于超跌的 以及我们看到在前期涨幅榜比较高的 像新能源板块包向新能源车 那么在这个阶段来讲的话 会不会也是由于超跌 会再次形成一个 我们所说的一个低位 这个我们需要关注一下 因为消息出来之后 它已经涨起来 你在追 可能我认为不太合适 所以说我们从主线上要关注一下 就是消息 这是一块 另外一块来讲的话 从操作上 我不建议 就是你的一个操作的评次 在这个位置是增加的 我们在前期也强调过 往往很多投资亏钱的原因 是什么 在上升波段 或者说在一路上涨的时候 你看这个涨得慢 然后手里的持有的股票 可能本身来讲的话 还是比较弱势 其他的个股一涨 那好 我赶快追吧 就是频繁换股票 你不管说是到了多少点 你到一万点 很多人还是亏钱 就是你的成本区 点位一直在涨 就像我们在前期也讲到过 三千点之下 百分之九十以上投资 都是亏钱的 为什么 因为成本区基本上都在三千点之上 好了 那么在三千四百点的时候 大部分投资者都是赚钱的 不管是赚多少 那么好 很多投资者的预期是能够到三千七 四千点 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 如果是从三千四 快速的下跌 一根一线 你的成本区立马就破掉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成本区 你要考虑是在三千一百点的下方 那么好 三千一百点的下方 它无非就这个板块会有一个轮动 你在操作上的话 我建议就打仓位 不要动 那么对于短线的仓位的话 你可以追逐一些热点 这样的话 一个是你整体的这种心理层面上 不会放弃这个短线波动 另外一点来讲的话 你不要追热点 我其实发现很多投资者 每一次追热点 基本上就是亏在热点上 那么好 今天这个板块涨 明天那个板块涨 就像很多人在之前 一看政权部长天天说渣男 结果政权一涨 追进去 结果又成为顶部 又跌一些 又是一个渣男 同样一二板块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直播间 很多人之前 一直在问一二板块 结果跌下来之后 再反弹 没人问了 为什么 因为隔掉了 这个其实就是投资者的一种循环 所以我们把这种循环 我建议就是 首先降低操作频次开始 是这样的 就守得住 还是坚守 因为我觉得对于股票来讲 也是不能见一丝千 可能这样子的话 到最后受伤的还是自己 对不对 但是刚才讲到了 我们是不是在主线当中 刚才说了一个医药 还有一个性创 但是这个性创的问题 以前我不知道 现在我知道了 我觉得爱有可做 那我们可不可以 也真的去选择一下 比如说你看里面包含了 芯片 国产软件 国产硬件 这些多个领域 我们怎么能去选择一下 在现在这样一个 已经被很多人 已经发现了的机会当中 其实我觉得还是得考虑清楚 什么是考虑清楚 就是每一波行情 它都是一波主题投资 你比如说从2863点 整体反弹到7月初 它主题投资是什么 稳增长 当时是三个字 对吧 那么稳定经济 包括稳定整体的 一系列的一个措施 包括我们看到在 5月份的时候 涨幅比较大的 像汽车类的 对吧 就是新能源 整体形成一个连续的上涨 就是它整体要对每一个主题 进行一个投资 那么这种投资 我认为符合于几个条件 一 它整体的设计的板块 行业是比较多的 而且是能够融得下大的资金 能够进场 同时能够做的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有赚钱效应 而且是有上升空间的 有想象空间的 这个其实是每一轮上涨行情 往往是具备这样的特点 你比如说新创 我认为是具备的 为什么呢 一个是这一轮行情 会不会就是我们所说的 国产替态 或者是国产化 或者说是 我们现在自己提出的 这种现代化 那么这个是不是 下一阶段一个主题 因为从去年的时候 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 三月份 当时就提出了双碳 双碳的目标 那么整体它所带来的这个行业 它的涉及度是比较多的 以及我们之前看到的 像这个华为产业链 苹果产业链 小米产业链等等的 今天我看到掌握网 居前的像华为坤鹏 华为这个整体的操作系统 这就说明什么 就是国产化 这些已经是站在前排了 那么我其实在思考的是什么 就是不管说是半导体 不管说是这些华为 不管说是等等的 就是我们的主要思路 要集中在这些国产化上了 那么这种国产化 首先是一个起涨 那么后面会有一个分散 所以说这个阶段来讲的话 就是我认为 首先我们要考虑一个 大的是什么 它的主题是什么 主题投资就是性创 就是国产化 这个来讲 我认为可能是 整体的从10月份也好 到明年 是不是一个主题投资 一个核心点 这是一块 另外一块是什么呢 这种下跌 也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比如说外部的因素的一个下跌 美联储加息也好 贿易贬值也好 等等的 包括我们的经济大量出题 那么好 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 有没有结束 我认为已经是一个结束了 所以说来讲话 在这个阶段来说 你考虑选股 选的是主题 这是一块 另外一块 从操作上 你把那个大的仓位 集中在哪一块 那这个其实是你要考虑的 我觉得不管说是性创也好 不管说是半导体也好 不管是什么 就是你要看一下 你所在的这个个股板块 它符不符合 我目前的一个主题投资 如果说你不符合的话 那你索性这个位置就换 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建议 当然对于比如说医药板块 刚才我们讲到 我认为可能仅仅是一个超跌反弹 它可能不属于主题投资 国产化 你比如说中药是不是 性创里面的国产化 有这种可能性 是不是 包括像我们所说的这个医疗器械 我们自己的这个新的 它不进入到这个集彩 等等的这一系列 所以说我其实现在思考了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之前是稳增长 现在是国产化也好 性创也好 它的连续性是具备的 也就是具备刚才我们所提出的 它所带来的细分行业 它所包容度 不管是大资金也好 散户资金也好 它都能包容 包括有想象空间 这个其实是我建议大家可以 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个性创 以及我们看到这个 刚才秦选老师讲到了 它本身的这些油丝品种 或者是主力品种 打出来这些报告了 而且往往这些油资品种 它集中在什么 亏损的 就是我一看 这个厂停板的 基本上是一种亏损类的 那么好 之前的一系列的这些油资品种 都是集中在小盘 亏损 有想象空间 然后形成一个连续几个板 所以说市场的热度已经浅了 我认为就是耐心等待反弹 是这样的 好 好 是 感谢观看